假设f of x 等于 x 三次方 加上 m 倍的 x 平方 加上 n 倍的 x 减 6 由 x 平方减 3 x 加 2 的音式 m 跟 n 都是实数 是求 n 跟 n 的值 这个倍除式有一个二次的除式 所以代表只要我把这个二次的除式 再做一次音式分解 我把它音式分解之后就可以得到 x 减 1 x 减 2 这两个一次音式 所以我的倍除式不但是可以被这个二次的来整除 也可以被 x 减 1 也可以被 x 减 2 整除 所以如果我们 x 减 1 要整除的话 我们令除式等于 0 x 等于 1 带进去我们的倍除式 就会得到 1 加 m 加 n 减 6 等于余数 0 好 那第二个音式呢 x 减 2 等于 0 x 带 2 所以 f 的 2 呢 就会等于 8 加 4 m 加 2 n 减 6 会等于余数呢 也是 0 好 那我们整理一下 m 加 n 呢 会等于 5 这是第一式 好 那这里呢 4 m 加 2 n 加 2 好 那我们把它约分一下 所以 2 m 加 n 等于 负 1 所以这是第二式 好 我们用第二式减掉第一式 所以 m 就会等于 负 6 好 再带入第一式 负 6 加 n 等于 5 所以 n 的部分呢 就等于 11 好 再带入 负 6 呢 好 再带入 3 呢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